HTC的穿戴显示器产品呢 现在就戴在我的头上 还有我手上这两根手把 那么呢我们今天就要来体验一下 它的新游戏到底好不好玩 GO 戴上Vive显示器 手拿两根摇杆 还有房间内另外架设的定位追踪器 这就是全套的HTC虚拟实境装备 先完成学习适应的入门游戏后 想象你自己是一个职场新鲜人 所以我现在想要泡一杯咖啡 就是用手上的这个摇杆呢 来握起来一杯咖啡杯之后呢 转身之后走过来 然后放在咖啡机下面 OK 好 按下按钮 这杯咖啡呢就煮好了 练习用摇杆操控咖啡杯 插电脑插头开机 模拟办公室的真实场景 但考验在后头 仿佛置身在殷尸路的场景 记者只有一把枪保护自己 不时还会被突然冲出来的僵尸 吓到惊声尖叫 临场感十足 很棒啊 很棒 我很多朋友在美国都在开发 这个在用这个平台在开发 真的他们用起来说 现在是市面上所有的工具里面 最最棒的一个 特地将场地租借给宏达店 三创董事长郭首正也迷上了Vive的游戏 不过一向被视为产业先驱的童子贤 却认为VR是特殊需求 在商业服务会有很好的应用 但不宜一窝蜂投资 这也是他行销上要加油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要透过这样子体验会的活动 去让玩家亲自试验到 不然其实你透过电视 透过文字 就很难形容整个实验体验的感觉 Vive预计2月底展开 预购4月开卖 三星的第二代Gear VR 开价99美元 在美国销售一空 Vive传言售价可能超过1万元台币 在性价比挂帅的消费竞争中 宏达店能不能翻身 就看市场给答案 三顺林峰李轩台北策务道